哇,我第一次被美国的路边摊 缠到直流口水 一百美刀挑战美国路边摊 带上我的美国哥们 咱们看看一百刀都能吃到什么 这水果摊看着不错 什么水果都有 你随便点装满那大桶就好 然后是这个神秘浆料 还有一小罐红色粉末 最后再在上面挤进去一颗青鸟 看着就得好吃开胃 咱来一桶 这个大爷听不懂英语 点水果只能用手指 你知道西班牙吗 一小匹 我身上有房子、建筑、建筑 我身上有房子、建筑 你身上有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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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是房子 但是建筑 在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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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路 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也比较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刚才点的是芒果、菠萝 来一大块芒果 上面撒的是盐和辣椒 太重口了 感觉是甜酸、血辣 四种味道 疯狂刺激味蕾 他们会加这个混合 给菠菜 或者芝麻 等等 这个路边摊有点意思 日式热狗 里边居然还夹和牛 能我们做到第一和第三吗 第一和第三 对 先是给咱烤了两个小面包 这和牛的热狗和普通热狗 看起来毫无区别呀 这个酸 哦,那行 这没那子用量 它可是真舍得放啊 最后还给咱抓了一把海苔 就这么个小晚上15刀 你们觉得值吗 再一个更离谱 超市买的牛油管酱 撒上点洋葱 又烤了15刀 鲜烫一下 这个热狗还真不错 面包烤得酥酥的 里边那是牛肉肠 又多汁又嫩 Dude, it's really good Damn good I've had this actually in Tijuana so they cut the bag in half and they give it to you like this and you just go to town with the floor Let's go try it 好 这哥们先开了一袋薯片 然后他同伙往里放里边 一铲子黄瓜片 这白色调装物体是啥呀 还泡在这个水里边 感觉有卫生啊 撒了一把花生豆 这就是刚才水果里边那个辣酱 还有辣椒粉 柠檬汁来一点 刚才那哥们不都加过料了吗 怎么又加一把 手下留情啊 又坑了我20刀 这个居然是猪皮 吃起来又酸又辣 我比较好奇 这个吸管上涂满辣椒的是什么 它这是一个焦糖 然后裹在了一个吸管上 哇 我第一次被美国的路边摊 缠到直流口水 我点了一个墨西哥卷饼 看看它怎么做 先在上面烤了一层厚芝士 一大勺米饭 抓了一小碗香菜 这个香菜量你们爱了吗 一大盘片下来的肉 这量挺实惠啊 又来了一大勺豆子 这还能卷上 也是个技术活 这不就是东北的大卷饼吗 这口下就太丰富了 他们的烤肉配芝士也太好吃了 Mexican Burrito Mexican Burrito 墨西哥辣椒酱据说都很辣 咱看看这个辣不辣 这是鬼胶做的辣椒酱 一进嘴瞬间爆炸 兄弟们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的美国路边摊 麻烦给我多多点赞吧 Mexican Burrito